华人有为先人识经的丧葬风俗 越南几百年来也流传着类似的千葬传统 越南人会在临近农历新年的时候 掘墓开关 再把先人的遗骨重新安葬 他们相信只有这样 死者才能够永生安宁 在这里要提醒您 以下的画面可能会引起你的不安 越南北部至今依然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丧葬习俗 亲人死后三年 家属会在农历新年前 把棺木从墓穴挖出来 开关剪骨后再重新安葬遗骨 二次安葬仪式和出葬一样庄严隆重 道士会先准备好糯米 蒸鸡等祭品 拜祭死者和祖先 在致必得到许可后才正式掘墓开关 一般上挖出来的遗骨是带着深黑色的 这时专业的食谷师傅 就会用草药水和米酒将遗骨上的残留物洗干净 然后再把遗骨整齐排列在相对小的棺材里 以丝绸包裹后重新安葬 越南人相信 人死后灵魂处于徘徊不明的状态 也无法自行找到安宁的道路 只能靠生人 尤其是家属为他们牵葬 才可以安息 福泽子孙 越南政府从90年代开始鼓励火化 而相对经济现代化的火葬仪式也逐渐普遍 但对老一辈来说 这如同死后灵魂被烈火焚烧 不管是土葬还是火葬 亲人活着的时候好好相待 走了之后以最尊重和爱的方式相送 生命才不会留下遗憾